越南最豪華的同志三溫暖 居然進去不用錢 吹到一根超級大屌 每個人要摸都可以 我今天大概摸了二三十根老二 那個地方有點太隱密了 裡面真的像皇宮一樣超級大 它不單單只是一個打炮的地方 說大家我是史達 現在來開箱越南最大的同志三溫暖 它叫Narden Spa 但我看到它的招牌寫Aden Spa 所以我有點搞不懂到底是哪一間Spa 但是大家跟我說是這間就對了 所以呢我現在要進去了 它一個人是19萬五千印尼噸 就兩百多塊啦 好吧我現在要進去囉 好的它這裡是一個停車場 你看 只是走就是了 我覺得離市中心蠻遠的 騎車過來差不多要15到20分鐘左右 這裡 到了 這一間三溫暖超級屌 超級超級屌 首先呢 裡面的人非常的多 而且我發現越南人長得真的 大同小異耶 就差不多都是那種 有胸肌 然後腹肌不明顯 然後身高不高的類型 然後呢 我今天呢 大概摸了二三十跟老二 我覺得在越南的三溫暖 有一件事情跟其他地方比較不一樣 就是大家都很樂意 就是不會遮來遮去 不讓人家摸 每個人要摸都可以 所以在裡面大家就是真的是瘋狂的 就是隨便摸 隨便抱 隨便親 他們比較不太會去拒絕 大家的那種觸摸 但不代表他對你有意思 他只是覺得OK要摸給你摸 但不是他想跟你打泡 我今天摸了很多人 他們都不想跟我打泡 很慘耶 那我要形容一下裡面的整個狀況 我覺得首先 因為他其實有點難找 你用Grab轎車的話 其實很容易找不到 司機很難找到那個點 那個點在像那種的 啾啾啾啾啾的某一個地方 所以你一定要開著導航 然後確認他到底怎麼走 像今天司機就把我載到別的地方去 我原本已經要下車了 後來我發現 好像不是這裡 然後我看一下導航 喔幹 還要再繞出去 然後再轉彎再繞進去 幹 超難的 進去呢 有一件事情也非常特別 不用付錢 越南最豪華的同志三溫暖 居然進去不用錢 太扯了 不是 不要開心的太早 呵呵 要付錢 但是最後付 因為那間同志三溫暖 它其實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我懷疑它是一個城堡 因為真的太大了 裡面有可以吃越南河本 一碗三萬越南盾 然後你可以喝飲料 但是因為它沒有那種很科技的那種手環 可以用BB刷卡的 所以他們用登記的方式 然後在你最後結帳的時候 你就是連同入場券一起付清 那入場券是20萬越南盾 其實就是它是19500啦 我覺得就差不多 就是台幣差不多250左右啦 這間同志三溫暖的老闆 非常非常的用心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通常這種澀澀的地方 他們基本上都很昏暗 那昏暗就不會有太多的設計 但這間不一樣 這間從進去到每一層樓 都非常有巧思跟細節 它把很多越南當地的特色的一些東西 融入在三溫暖中 我覺得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 我一層一層的跟你們講 真的這集太精彩 你們要不要先訂閱頻道開小鈴鐺 追蹤我的IG STR1105 然後可以加入會員 加入會員可以聽到更多 我們有放上來的精彩花絮 裡面你要先進去以後 然後上樓 上樓才是就是那個置物櫃的地方 置物櫃那一棟樓上去呢 三樓的部分呢 是那個溫泉池跟淋浴的地方 四樓 我超喜歡他們那個四樓 四樓是一個泡腳池 它是露天的那種頂樓的泡腳池 看得到星空的 然後它把它做成 有點像是熱帶雨林的感覺 我跟你們說 裡面都是大型的那種植物 芭蕉葉 然後很大 比我還要大的那種芭蕉葉 然後那些植物全部都是蒸的 然後它把它做成像一個U字型的泡腳池 就是一個U 然後中間呢 也是一排大大的植物 然後非常的高 然後像一個隔間一樣 隔著兩面 然後一邊呢是冷水池 一邊是熱水的泡腳池 我覺得在那邊非常享受 非常chill 因為真的超級像在熱帶雨林中 到一樓之後呢 有一個大廳 它弄得有點像夜店 但其實是餐廳 就是它就是一個交移的地方 然後有賣越南河粉的地方 跟賣飲料的地方 然後他們也有提供免費的茶讓你喝 往裡面開始走 我跟你說 一樓就非常非常的精彩 一樓的裡面呢 是室內的部分呢 是健身房 然後外圍有一個L型的部分 是一個魚池 然後那個魚池有養鯉魚 是真的有魚在游泳 它那邊還有八個蕩鞦韆 就是戶外的蕩鞦韆 超級超級可愛 就會看到一堆裸男 然後在蕩鞦韆上蕩鞦韆 然後它那蕩鞦韆 不是你們想的那種 聳聳的蕩鞦韆 是那種木頭做的 有質感的蕩鞦韆 一樓的另外一邊呢 算是蒸汽室吧 各種蒸汽室 有三間 一個是比較熱的那種蒸汽室 然後一個是 鹽燈室 然後另外一個是 香氛蒸汽室 那邊還有一個泡湯的地方 然後有那種按摩的那種水柱 會這樣沖下來 它在那個泡澡池的前面 先做一個屏風嗎 我不知道 然後其實你從外面看呢 是看不太到裡面的 你走進去呢 就直接下水了 呵呵呵 它其實中間能走的部分很少 所以它就等於是用一個屏風 然後隔著那泡湯的池 我覺得可能是怕 怕水會噴出來吧 然後最深處呢 就是一個洗澡的地方 洗澡的地方正對面有一個熱水池 超級昏暗 昏暗到爆炸的熱水池 小小的 有非常多人在裡面就是坐起來 二樓呢 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它其實就是一個暗房區 它的暗房區呢 是用那種紅色的燈光 有點像是軟木扇那種 紋路的木板間隔 然後隔成很多 大大小小的隔間 沒有床鋪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越南的這種 同志商哪 都沒有床鋪耶 床鋪在哪 就只有硬硬的地板而已 它是一個T字形的走廊 然後你就這樣子往那個長條走 走到橫的部分 非常的狹小 基本上 你就是跟人是完全貼在一起 才能走過去 你要用擠的才擠的過去 然後 裡面還有一個直的 然後就是通往更深層的暗房 它暗房有分非常多種 很暗很暗很暗 完全沒光的 微光的 然後稍稍有光的 我覺得這真的超級奇怪 然後它隔間還有那種小走廊 就是走廊呢 就是很黑 就是浪家 有點像摸乳巷那種感覺 如果你很喜歡 摸帥哥屌的一定要來越難摸 因為真的沒有人會阻止你摸掉 你如果要不讓人家摸 他們還會生氣說 幹嘛 為什麼不能摸 三樓的部分呢 是大暗房 就是沒有紅色微光的暗房 然後裡面真的非常暗 但是通常這種暗暗的地方 裡面都沒什麼設計感 no no 它用了很多的簾子 那種會發出聲音的那種窗 老式窗簾 就一條一條有串珠的窗簾 然後坐隔間 它還有那種有點樂式的那種小門檻 中間有一條走廊 然後隔成左邊三間 右邊三間 裡面真的太暗了 我最討厭這種暗迷夢的地方 看不到臉的地方我都不喜歡 所以我在裡面待一陣子 我就趕快走掉了 裡面就是都是越南人居多 越南人大概占95% 有一些香港人 然後日本人 韓國人都是少數 然後今天大概打了 爽了兩次吧 一次是在 嗯 蒸汽室裡 吹到一根超級大屌 而且那個男的長得他媽有夠帥 就是我的菜 濃眉 然後雙眼皮 然後鼻子超挺 然後 微微有點腹肌 然後偏瘦 有胸肌 然後腿超長 屌超粗 跟你們說 我現在已經大概知道 越南人的越南屌長什麼樣 其實跟台灣的有點像 只是比台灣的屌 再粗一些就是了 少數的偏長 但大部分都是這種 差不多15公分左右 然後很粗 而且他們的粗呢 是完全 一直線的粗 就是沒有說什麼頭尖尖的 下面寬寬的 不是 然後也沒有像杏鮑菇 他們就是比例很完整的那種粗度 就有點像一根木頭的那種粗度 頭跟身體是一樣寬的 我摸了好幾個都是這樣 然後吹了一個很帥的 然後跟 有點欲情故重的男生 他超煩 他從我進去呢 就開始看著我 我就想說 欸 看著我 是不是對我有意思 然後我就跟著他上去那個 摸摸房 然後我摸他的時候 他感覺好像也沒有很想要跟我有怎麼樣 然後我不摸的時候他要靠近我 我就想說他到底想怎麼樣 然後因為他可能是常客吧 所以裡面每個人都認識他 然後每個人都要跟他打哈哈抱抱 聊天 然後摸他雞雞 我就覺得很煩 一直被打擾 但是最後還是有進房間 玩了一下就對了 我覺得 這間真的蠻推薦的 就是 算是 我算是已經去過非常非常多的 同志三溫暖的人 我都還覺得驚訝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清零現場 才可以了解 我的那種震撼感 比較可惜的是 他今天九點就開始準備打壓 好像十點就關門了吧 但是九點基本上大家都秒受散 然後超難超難叫車 我在那邊等車等了二十分鐘 才有一台車願意來接我 因為那真的算是蠻偏遠的地方啦 交通費的部分 好像差不多四五萬越南頓吧 就差不多是五六十塊啦 還可以啦 比台灣搭計程車便宜多了 差不多就這樣啦 那 我覺得其實在越南 旅遊還算安全啦 大家不用太緊張 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然後可以追蹤我的IG STR105水手電 環遊世界日常 然後記得加入會員 加入會員可以看到更多 我們有分享出來的小故事 然後 可以讓我有更多的錢 到世界各地幫你們開箱 同志色情場所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謝謝你 我的愛人 越南的三溫暖都沒有提供潤滑液跟保險套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奇怪喔 為什麼 但是因為我不愛做衣靈 所以我是無所謂啦 但那些做衣靈的人怎麼辦 我就有點不知道 而且他們看起來都髒髒 但是身體都香香的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被那種 當時歐洲統治的時候 有一些些影響 所以 都沒有臭臭的味道 我覺得 比泰國香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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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